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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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过后出现布袱式旅游 虽然热度已减 但不少人视旅游为生活的一部分 带动相关用品 包括旅行商的相机 2023年通关的时候 爆发式增长 每个人的行李箱 都需要换 当时我们的销售 直接升了50%以上 这当然是好事 但做品牌 其实是放长先做这件事 在复活节来说 其实都可以的 都是在增长的 因为日元又跌 很多人喜欢出行 很多人很喜欢去日本的情况 其实这个旅游市场仍然很乐观 生意虽然稳步上升 但Chris多次强调要看长远发展 品牌要有自己的个性和特点 Join是从1993年开始的 2018年的时候 我们就重新re-brand了 因为我们觉得 产品以往需要功能 2018年以后 我们认为除了功能以外 还需要有好看的外观 我们现在的新的定位 其实就是重新re-brand 有功能 重新re-b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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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受众品牌 其实都是三十多岁 到四十岁之间 我们在这种情况之后 我们认为旅游戏 会更新的事情 但我们才能驻到 我们只想出现在 我们游戏的同样 游戏 游戏 什么改变是 我们际游戏 我们游戏 有不同的需要 更多的变化 更多的功能 更多的颜色 不同的颜色 不同的颜色 不同的配色 当然, AI 参加了一成的 设计 我们使用很多 不同的东西 写电影 製作文件等 但這個只是兩種 我認為可以不代替我們智能 追求創新很重要 但落力抓住顧客的心 對品牌忠誠愛護更加重要 我認為品牌忠誠度 是來自於產品質量 產品功能 產品的外觀顏值 另一方面 我們會多些做公開 和聆听客户有些反应 看看他们希望我们出什么产品 所以这方面双方的沟通是很重要的 我们的产品除了是一些外观以外 还有一些功能 所以我们的消费者 其实是希望在实体店里面触摸摸 我们未来九月份 就会在SOGO有一间自己的实体店 有自己的讲解员 有自己的销售 是会对自己的产品会更好 因为我们很多产品 譬如Pebble 或者我们未来推出的DOS 其实我们的产品是大功能的 很多时候在消费者第一次使用的时候 需要一点点的说明 其实我们在日本 在韩国都有卖我们的产品 未来的话 我们希望更加深入去做好东亚市场 随着新的产品出来之后 我认为可以带来一些双位数的增长 今集营商有机 行李商既要有功能 更要有品牌个性